台語和理學 我是丹世平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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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пасибо 夫 政府之中 請 hepat bizims Combine還是現在的台語 這是我個人的經歷 學校的設計 跟電主的企業 有什麼問題可以跟我聯絡 我們之前那篇音樂篇裡面有說到 I am a student 中文就是我是一位學生 你如果想說你講英語 我跟他翻作法義 他翻的時候就是教育的藝術的翻 所以我們漢字形英義 義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英 形英義 義是最重要的 所以同樣是漢語詩 為什麼台語猜用同音或類同音字 因為過去來台灣的 都不是掏筆的 是掏地頭的 掏地頭的人不想理 理不得很少 所以寫出來的理 他拿鋼音的來搭 這不是現在才有的 是古早也有 都拿鋼音的理由 我們這篇音樂篇裡面就要解說 為什麼 久條… 親條… 世間的官位 就是我們現在的台語 我們要做一個解說 讓我們再來看一個例 自家人 自家人這是名稱以前的構成裡面 經常出現的名字 但是這個自家人 很多人都看不見自家人是什麼意思 你看有啦 但是他是台語你也看不見 台語要怎麼寫 我告訴你聽你就知道 我們之前經常在說同意副詞的概念 同意副詞 那這個字同意副詞就是極 所以我們說自己自己 自就是極 我們台語用極 所以自打換極變成極家人 那極家人很難念 極家人極家人難念 難念我們沒辦法翻過來 變成自己人 台語就出來了 有簡單嗎 我上一次說的 簡單到要靠北去 但是很多人說這句話很難聽 我來說 意言很好聽 哪有很難聽 難聽是你心裡的感受 你有思緒的觀念 你自己感覺難聽 其實 古早一直說到現在 簡單到要靠北去 哪有什麼難聽 這是一種語言的表達 情感的表達 語言沒有什麼錯誤的事情 我們在那裡賣人 那是我們情緒的表達 你去看音樂 音樂就是Shit Shit 高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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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聽 哪有什麼難聽 只是說我們沒什麼聽 為什麼有時候吃飯的時候 說高賽 你的想法 但是對我來說 我在吃飯 你講高賽 對我來說沒什麼影響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一個語言的表達而已 對我來說 沒什麼影響 所以我在做冰的時候 很多人在旁邊說 曬啦曬啦曬 我吃飯 就是不會怎樣 一些多次人 你說的曬而已 他就吃不下去 他就不會吃 這很趣的這件事 所以 你以前的影片 你沒看過 我建議你先看一下 YouTube館長 閩南語漢字學 第一集 第二集 你照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一直在那裡看下來 看完你會覺得 台語漢字 就很簡單 最少第一集 第二集 你要看 因為第一集 第二集你看完 台語漢字 你就會百分之九十二相 找不到台語漢字 是自己中文聽到太慎 不是台語漢字 不是台語漢字 找不到台語漢字 是自己中文聽到太慎 不是台語漢字 不是台語漢字 所以你如果看了寫羅馬漢字 你就知道這個人不懂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寫羅馬漢字 那就是外國人 他不要台語 不要漢字 所以他才寫羅馬漢 你知道嗎 酒漢字 那時候的官方議員 是今天哪一個方言 哪一個方言 方言 你認識到一個 我告訴你 酒是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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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要 我要說三百 不准容報到他說 中情聽說 我要開始改說 你就知道 所有的事情 都要從兩千年前來講去 要從夏商周 一直講到議員周 或是講到廣東周 都沒關係 夏商周講到廣東周 西漢楊雄武 變一本書 叫做方言 他是中國第一本 田野調查的書 這本書 他就在寫 中原國的方言 中原國的方言 但是這本書裡面 他流下很多 真出味的政局 這個政局就證明說 普通話 現在的普通話 台語客語 在兩千年前 就已經在中原 都是中原的高漢義 你知道嗎 都是中原的高漢義 普通話 不是到清條才出現 很多人都說 萬人的語言 我聽你在討論 萬人的語言 這個方言這本書 記載 周、秦、西漢之間 各地方言用字 各地方言用字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就知道 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意思就是說 方言區的用字 語言 都參加中原不一樣 雄的理論不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怎麼這麼多漢利 是因為各地方方言的理論 到達這會 現在融合成一套 叫做漢語 你知道嗎 漢字 漢語漢字 什麼是方言 我們來解釋一下 什麼是方言 很多教授 定義了很多什麼叫方言 我都覺得這都是在黑白講 像那個 印度那個 三個傻瓜一樣 把它定義得很複雜 那個叫做教授 其實方言就很簡單 某一個地方的用語 就叫方言 但是一個語言 如果相對於另一個語言 也叫做方言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說法語 我說台語 對我來說 法語 說法語的人 台語就是方言 說台語的人 法語也是方言 但是你會說 法語是國語 國語也是方言 你要了解 不是說 要解釋到一大堆 解釋到後來 我都記不起來 為何要哭 就要記一大堆 八一大堆 那都不重要 方言等於 某一個地方的語言 這樣就好了 這麼簡單 三個傻瓜那片 印度片 你去看清楚 你就知道 教授在做什麼 教授在當 問題把它複雜化 它不是簡單化 所以方言記載 周勤西漢的方言 那當時 幹話是什麼議員 那當時 幹話是什麼議員 其實 很多人說 阿 我們的漢尼下樓 也沒有聲音 你怎麼知道 當時說什麼話 我自己的方法 你可以 這特色人 特色 特色 都沒有 這有理論 有方法 我教你怎麼來分析 方言第一卷的第一個條目 他說 黨小則之也 處位之黨 或曰小 其送之間位之者 現在我們是用法義念 但是漢條說什麼話 方言是漢條西漢楊雄下的 他說什麼話 他下的理 是用當時什麼議員下來 我要跟大家說 他一定 他讀錯人 在幹話做幹 他當然也要用幹話的議員 在什麼 好 但是 國庭的方言都不一樣 他要去採集 你們這裡說什麼 你們這裡說什麼 他要說什麼話 對方才聽到 當然也是用當時的通語 所謂通語的四方流通的語言 就是那時候的幹話 所以這句話 你注意看 他說黨小則之也 他說 知道的資 資的也通語 知道的 在處國 處位之黨 處位之黨 貨約曉 你就會知道 處國 他有兩種議員 一種說黨 一種給曉 其送之間位之者 其國跟送國之間 叫做責 所以你知道 這知道的資 在不一樣的地方 用的理不一樣 對吧 但是 西漢楊雄 他說什麼話 我們也不知道 他說什麼話 現在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台灣 民間有一個團帥 說 漢條說代議 好啊 漢條說代議 我來我解釋給你聽 這句話我再念一遍 他說 動笑鐵 黨的動笑 這個小民女中的小的笑 哲學家的哲念是鐵 動笑鐵 第一 錯位之黨 協外笑 接送之間 為之鐵 這句話 用這樣來念 結果你來念下去 你才發現說 啊這個動什麼不對了 這個黨 這個國民黨的黨 哪有可能是 知道的意思 啊這個小 是知小知小 沒有不對嘛 哲哲哲 哲也不是知道的意思 哲是智慧的智 不是這個知 但是哲 在古早 他是地匪的地 因為地匪的地 這個知是共通通用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個黨 要知道 懂不懂的黨 因為這兩人 你去查 台灣民安 以常用詞詞 詞典 國民黨的黨 跟董不董的黨 他們兩人是同音 但是沒有同音 但是 董不董的黨 是知道的意思 所以你看 有可能 當然是在想不到他 哲學家的哲 就是 鐵底的明白的鐵 就是徹底明白的徹 所以這個哲也剩不到他 所以這句話 改成這樣 你就看有了 國民黨的黨 要懂得懂 小就是知小知小 沒有錯 這個哲學家的哲 你要改成測 因為測得徹底明白 通測通小的意思 所以這句話 改成這樣 國父裡面的理 這是本理 你要改過了 這句話就通了 這句話 我跟中興大學 中文學講了 他們覺得 怎麼這麼簡單 有道理喔 但是中興大學 絕對不是簡單的論文 他說 這句話 是不是巧合 他說我說的 是不是巧合 他說有嗎 我說有 有 所以我們再來看第二句 等一下 本理跟措置之間 是台語感應 但是你去看客語 這兩年 國民黨的黨和黨不黨有感應 普通話有感應嗎 都沒有感應 所以普通話跟客語 還有廣東話 都排除在 夏商周情的語言裡面 都排除 第一句話 結束了 台語才是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句 我當這個音頻 這個音頻 其實以前就錄過了 我說 這個哲學家的哲 念得鐵 結果河南和洛陽一帶 的人就來答 老師 我們這裡的土畫 就念得鐵 你怎麼知道我們這裡的發音 我說 老師的故鄉 就是從河南來的 你有了解嗎 所以2000年前的議員到現在有變還是沒有變 我自己說 沒有變 就是沒有變 絕對不是語言學老師說的 100年前的語言我們現在就聽不懂了 那是語言學老師聽不懂 但是我們聽不懂 這樣就了解 再來 我找一個第十二貫 我有什麼要找到第十二貫 因為中間都有 但是這最簡單的 因為 我怕你們聽不懂 第十二貫 第十七貫 他說 肉 大餐 肉 大餐 肉跟大餐有什麼關係 這隻肉是肉肉飯的肉 少了三點歲 這兩隻相通 肉肉飯的肉是大餐 後面說 如果大餐的話 你去吃肉肉飯就不用錢了 所以這隻肉就是堅銀滷烈的滷 你去康熙字典查 肉肉飯的肉跟堅銀滷烈的滷 大餐一樣 你去切看看你就知道 反切法你自己切 我已經切這麼多遍了 不能再切了 滷就是這個滷 大餐 你知道嗎 它剩不對 滷肉飯的滷它剩不對 要堅銀滷烈的滷 瓜糊那才是本質 再來 你再看看 第十二餐第十五 九十五條 他說運 從業 運 種養 因為我們 頭前已經把客戟 鑽當威 普通威都排除在外 剩台語了 所以你直接念就好了 運 種養 結果念過了你就會發現 欸 它剩不對 運 種養 因為運就是藏的意思 所以我們經常說 鐵礦砂運藏豐富 澳洲鐵礦砂運藏豐富 你了解嗎 運就是藏的意思 這道運實在很簡單 這道香蕉 香蕉 金蕉要運 才會好吃 才會吃的 運就是這道運 你知道嗎 要拿去藏 要藏 這個運就是 有一個運度 讓它催手的意思 所以你去看 我們現在看過方言三個條目 都是參與台語一樣 參與客戟更多 參與普通威都沒有一樣 所以這三個語言 都不是古早的漢語 但是台語都一樣 所以我一直在說 周秦西漢的官話是什麼唯義 周秦西漢的官話是什麼唯義 就是今晚的台語 周秦西漢的官話 就是今晚的台語 很多人在跟大家說 老師你跟我說三條而已 我說三條代表多數 但是你要再說我10條 我也可以說 我還可以找出10條 20條 30條我就可以拿出來 我可能人在擠壓得一樣 你跟他挑戰 我就試出一條 你挑戰我就試出一條 那不是我只知道這三條 是到處都是 方言這本書 台語什麼 現在的台語什麼 就是古早的河洛威 講什麼俯老人 俯老人你們才是俯老人 我不是俯老人 我是河洛人 俯老人是那些老人家才叫俯老人 你不把台語才叫做俯老人 我沒有關係 方言整本書都是如此 而不是只有三句話 你怎麼聽清楚 舉三句是因為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 你只要舉三個就可以算 那未來在Youtube的留言 語言名稱之爭 我一律會刪除 你不要在那邊講台語 閩南語什麼語 我跟你講 叫雅言好不好 我們通通都叫雅言 都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台語閩南語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要一直要求我寫閩南語 我在這就是要寫台語 你們要了解 但是你理論不會寫 你還在說什麼 真的很減少 太丟臉了 你愛會考慮最重要 不是說你會考慮 你說閩南語就閩南語 你閩南語的理 你就不會考慮 你幾天只要指閩南語 要做什麼 真減少 不好 上一集我們有有講真答 這集一樣 我們也來做一個有講真答 秋天到了天氣轉良 台語叫做秋春 請問本禮為何 請將答案寄到這個信箱 akilachem 下週日9月8號 我們在8點的時候會抽出一位 我們贈送台語漢字學一本 我底下還是給你一個提示 教育部的用字是錯的 所以你不要再參考 我不要說三遍 我只講一遍而已 好 最後我們再來看文言 那根據我們之前閩南語漢字學 第一集的理論 文言是什麼 文言就是雅言 我們說文言文言的雅言 再來 論語裡面說 指索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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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空主在教育 講的話都是雅言 但是不是在教育的時候 他講的都是什麼言 都是方言 都是他們的圖畫 你知道嗎 並不是說 當時講的都是同一種話 其實 在中原那個所在 有四五十種的方言以上 不是只有這種而已 但是 那特色都要用 同一種 叫做特色音 就是同一種 夏言及雅言 這是學姐講的 我就透他的話來講 夏言及雅言 夏商周情西安的語言 就是現在的台語 台語就是雅言 夏言 了解我 這是我個人 跟我兒子所寫的台語漢語學 定價三百五十塊 優惠價三百塊 賀名 丹世銘 銀行的賀頭在這裡 賀款料 你這麼驚訝 你的名字 電話題字來這個背心 我們的馬上為你驚訝 幹部結束 謝謝 多謝 多謝 了解